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那膝盖 你要把前手伸出来呢 我觉得你要老下潜才好 有点找着你的节奏 哎 我觉得马罗美拉还真是挺 挺聪明的 打得挺刁的 嗯 这场 写一定小心的膝盖 这 这一场打得够硬 要打点上钩呢 他静止左右的直前摆起来 进来点打上钩 这 眼儿真是差不多了 哎呦 哎呦 我都看不下去了 太疼了 这马龙威拉还真是 二三回合后一班 他还都挺能 启示的 每次到这个位置 每个回合 这个时间到这个位置 他都让孙雅东没什么办法 这个马龙威拉近身的技术 还真是挺全的 哦想抱腿孙雅东 但是小心啊他拿位 小心啊小心 他现在上钩 对每次在clinch的时候 这马龙威拉还 还真是有两下子 哎呦每次在中央呢 孙雅东怎么今天老看不见 孙雅东 哦给了孙雅东 我觉得裁判给出这判罚的结果 可能是因为他们 是更多的依靠数据吧 我不知道啊咱们咱们看一下 这个因为很多时候裁判他 判的时候会比较单纯的 去 就是看这个 比赛的数据比如打击数啊什么 咱们看看有没有 对所以你看数据 total strike 孙雅东119 马龙威拉115 signation strike 明显的这个重击数 孙雅东101 92 那么其实 如果可能就是你要单看这个数据的话 啊那确实孙雅东比马龙威拉 占优 这可能我觉得是裁判把他 判给他赢的理由 然后裁判 也并没有把这个马龙威拉的这两次take down 过多的考量 因为毕竟他在这个 爆摔成功之后没有 对孙雅东进行太 怎么说太有效的杀伤或者控制吧 并没有能够控制住孙雅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嗯 为什么裁判会判送亚东赢 但是其实我 个人的观点 尤其在比赛刚打完的时候 我是觉得裁判有可能 会把比赛判给马龙威拉的 因为尤其是在 第一回合 两人打得非常接近 基本势均力敌 那么第二回合 前半段 宋亚东占优 有几次很有效的击打 都打中了马龙威拉的下巴 但是我觉得后半段 尤其马龙威拉把比赛 拉到中近距离 到两个人的缠斗当中 然后龙边的时候 他给宋亚东的杀伤 以及控制 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包括第三回合也是 前一半 两个人打的算是一个平手 然后后一半 马龙威拉我觉得 他是在主导 这个比赛走势 继续把宋亚东逼到龙边 然后在龙边 想在内围缠斗中 想他施压 然后给他有效的击打 而且有两次 把他爆摔在地 所以如果是以我个人的观念 我觉得马龙威拉 在这场比赛里 展现出了更全面的技巧吧 当然这场比赛 就是真是打得非常势均力敌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 宋亚东进入UFC以来 打得最胶着最激烈的一场比赛 而且马龙威拉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 非常强 非常全面 拳打得非常的刁 然后尸击什么的 把握都非常好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 对于宋亚东来说还是很关键 而且毕竟这场比赛是 一场在雨量级进行比赛 他不是他之前的除量级 比之前要多了十棒 所以再加上只有两周时间准备 所以能拿下这场比赛还是挺好的 而且在疫情当中还在为大家战斗 我觉得还是值得鼓励的 而且所以我觉得还要向运动员们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